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亚马逊并未公布今年Prime Day的具体日期,但是根据亚马逊全球开店的信息,该促销活动各站点申报已开始,平台卖家可是自身情况进行相关活动申报。 2020年的Prime Day,你准备好了吗? 关于Prime Day,首届Prime Day持续时间为24小时,活动覆盖全球9个国家,FBA卖家销售额增长300%,售出3440万件商品。 这么多年下来,Prime Day不仅持续时间延长,参与活动的商品类目更加丰富,覆盖国家和地区也在持续扩大。 根据Marker Place Pulse数据显示,在2019年的Prime Day中,亚马逊共销售出1.75亿件商品。 成绩超过了去年,K5和网易的总和,是亚马逊有史以来最大的第三方卖家销售记录,销量最大的就是美国站和日本站。 虽然很多卖家上半年的销量都受到了很大影响,只要做好前期准备,一样能在即将到来的Prime Day中销量大增。 那么对于卖家朋友们来说,需要做哪些前期准备呢?又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呢? 库存管理、科学备货。 对于参加过Prime Day的卖家来说,分析往年历史销售数据,核算处销售利润和产品周期,计算出大概的仓储成本。 根据自己店商品的热销时段不同,调整大促的备货周期以及备货数量。 如果是新卖家,没有销售历史数据的话,可以根据自己产品的List分清主次,依照主要产品多备货。 自要产品谨慎备货的原则,进行库存预估,确认好备货数量,避免出现断仓或是库存积压。 广告营销推广,扩大流量基数,广告投放最直接体现在关键词上。 同一个产品,关键词不同,所产生的效果也就不一样。 不同的关键词带来截然不同的转化。 精准有效的关键词,会给你的广告投放带来,示范功倍的效果。 收集所在类目的,热搜关键词,利用Google Trends等关键词分析软件,进行分析筛选。 筛选认为,是流量相对比较高,跟自己产品相关的关键词,作为主关键词。 把这些关键词,放在这个标题的前面。 我们在投放之后,切记做甩手掌柜,要根据自己产品的变化情况,不断对广告投放,进行实时优化。 现阶段正是从事广告营销,以及品牌价值输出的大好时机。 一是广告成本,由于用户在线时长增加而下降。 二是在特殊时期建立的品牌价值观念,反而更容易达成客户信任粘性。 适当加大广告投入,为即将到来的Perm Day做好宣传准备。 卖家朋友们,在广告投入时,应该侧重三点。 第一,品牌核心价值观。 第二,产品功能价值。 第三,服务理念,以智能家电为例,采取的广告策略,可以先是在家,拍摄大量产品,应用场景的图片和视频。 而后通过Facebook,INS,以及YouTube等媒体轮番投放。 图文加短视频轮番投放种草。 关注产品review,listing优化。 大促期间,产品的历史review好坏会对消费者的购物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为了确保listing在Prime Day期间能够有更好的数据表现。 要保证listing的首页review无差评,尤其是左侧右侧的前三个review。 在Prime Day到来之前,listing优化也是卖家朋友们必须要重视的一件事情。 优化内容主要包括title,bullet points,产品图,产品描述等。 毕竟在大促期间,单一的产品折扣并不能对消费者产生十足的吸引。 最终还是要产品,listings的吸睛。 当我们在筹备Prime Day时,那些是不被建议的雷区呢? 大幅度先提价,再降价,成年商品大甩卖,延迟发货。 虽然,国内电商在重大节日之前,发货周期会延长。 这点在国内已经成为惯例,但在亚马逊,这是几乎不会出现的。 我们在大促之前,要做好充足的废货,避免出现断仓的现象。 Prime Day是亚马逊本身,获得新Prime会员的主要机会。 带来的销量,潜力巨大,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相信它会是多数卖家,2020年的销量强新增。 中文字幕君 今天您看完残嘉宾的一个视频 咱们 backdoor Research 蒸南文字幕 Geez 我们昨天晚上见识江我不必须 我不能盯了 我们 我们